我俞成龙等的就是他的千军万法 你昨天当堂释放赵丽谦 猛看哪 是个高招 其实啊 是不险奇 仔细分析分析 屈酒万他不会上你的当的 你放了他女婿 他就会给你前嫌尽弃 握手言和 我看他不会 他会继续跟你斗下去 而且很有可能会主动向你出击 董秉忠不是向你透露过了 这直立啊 是明珠的地盘 表面上你是和曲酒万斗 其实啊 你真正的对手 是明珠 明相国 金阳的分歧 扁辟入地 切中要害 只可惜金阳老弟顶多就是个司马懿在世 看着见齐一 却看不见齐二 齐三 我的周大先生啊 多大岁数了 这度量怎么那么小啊 成龙就夸了我一句 你就吃醋了 有本事你就试试诸葛亮 诸葛亮 诸葛亮不敢比 但在于大人下着这盘险棋的棋盘上 对方的下一个子望哪摆 我是已经看出来了 我相信你没看出来 我没看出来 那就等着啊 等着明珠的千军万马 暗中把你杀个片甲不留 我于成龙等的就是他的千军万马 好 报 余大人 大明之县赵吕迁求见 谁 大明之县赵吕迁 他俩干什么 不见 下官赵吕迁 叩谢于大人 在赵支安 赵吕迁 你不在县衙好好做事 你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余大人 下官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全靠了府台大人及时挽救 大人对吕迁恩重如山 犹如再生父母 千言万语千恩万谢 都不足以表达大人对吕迁的恩情于万一 所以今天特被子区区博礼 大人 请大人笑你啊 是什么人让你给我送礼的 该不是你岳父 屈酒腕屈大人让你来的吧 余大人 这您就多心了 我那个岳父老爹屈酒腕 他才不会管我这些事情呢 我之所以感谢大人 是因为这几日回到大明之后 我是吃不下睡不着啊 我日思夜想 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完全是因为有余大人这样爱护 下级官员的好官及时挽救 余大人 晚辈吕迁可是一片真心啊 请大人收下吧 礼有交际 原因分仪相继 互为献仇 用心沉浸 你一个下级小官 刚刚受了知府和巡抚的处罚 不思悔改 却跑到我这儿来 言之凿凿地 向一个二品大员行礼受贿 不藏私心 无有图谋 岂非怪事 来 我 将赵吕迁给我轰出去 大人 与大人误会 大人误会啊 误会啊 大人 大人 误会啊 赵先生 静阳 曲九万上钩了 曲九万上钩了 曲九万上什么钩了 曲九万啊 让他那不成妻的女婿啊 来给我送礼了 他们的第一个妻子 终于按照余大人部下的局 摆出来了 好 非常好啊 看看他们下一步 还有什么能耐 来 周先生 周先生 静阳说得非常正确 我们真正的对手不是曲九万 而是明珠明相国 一点都不错 静阳这回可真是料事如审啊 不不不 周大人 你别这么说 我没那么大的本事 可是 余大人 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啊 你在胡广跟贺里斗 你在福建 跟巡抚无星座 总督摇启胜 还有康亲王爷较之 那都不算神啊 你如今面对的 可是大清天下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生为赫赫阴险毒辣 权清朝野的堂堂相国 你斗得过他吗 你真的想好了 怎么和明珠斗了吗 还有周大人 你是直立寻抚余成龙余大人的穆斌 也是他的生死之交 也获了那么大的岁数 经历那么多的事情 你总不能心里无数 毫无把握地跟着他一起起哄吧 刘靳阳 你这叫什么话 谁跟着谁起哄 我今天说话是不好听 但是不好听我也得说 明告诉你们俩 你们不是明珠的对手 你们根本就斗不过他 刘靳阳 什么你们我们的 你是什么的人 我是谁 我是谁的人 我是明珠的人 我是去九万的人 我是佛罗的人 我是赵李圈的人 行了吗 你俩那 岳夫大人 这俞成龙他没收礼不说 还派人把我轰出来吗 无妨 我打扮你去送礼 只是个幌子 迷惑他一下 扰乱一下他的思绪 收与不收都无关紧要 幌子 屈大人 讲 回禀屈大人 大明之府范永茂 河坚之府徐可先 霸昌道远沈志礼 郑定府同之周从谦 水清县之县万一兹 县县之县乔国栋 都到齐了 好 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步了 报 报 于大人 于大人 这是郑定府 河坚府 大明府和霸昌道的重要文件 郑定府 大明府 霸昌道的政灾粮 全被土匪给劫走了 洁阳 你把手到董炳中 赶紧给我下来 快去吧 后边跟着跟着啊 有人吗 请问有人吗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找谁啊 我呀 是你们于大人的小舅子 邢家良的手下 我们刚从天津赶到这儿 我们是不是挨哪儿见过呀 我记不住了 那个 嘉良啊 最近有点忙 走不开 所以打发我们呢 把这些值钱的东西啊 搬到你们这儿 暂时存放一下 您 您看看找个地儿 我们把东西啊 搬进去 我们呀还得尽快 赶回天津去呢 您看看 要不先卸到厨房吧 得嘞 搬住房去 快点快点 余大人 余大人 我们回来了 容大人 你们辛苦了 土匪的情况 查得怎么样 余大人 节良的土匪 全查清楚了 土匪头子 外号叫马上好汉 这会儿土匪横行直立 已经十几年了 这是一会儿汉匪啊 过去没人敢管 官府也出面搅过几回 可一直也没搅灭得了 这帮土匪 可把直立的老百姓 害苦了呀 这个马上好汉 作恶多端 有怨必报 谁要是敢得罪了他 不仅在光天化日之下 将其截杀 还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潜入仇人的宅院 把全家都杀了 一个不留啊 不拿下这个马上好汉 我余承翁是不为人 余大人 这个马上好汉 十分难对付 来无踪去无影的 这一时半会儿的 怕是也逮不住他们吧 容大人说得对啊 这个马上好汉 确实不好对付啊 余大人 要想成功地剿灭马上好汉 恐怕还得从长计议啊 如果匆忙下手的话 怕是会适得其反啊 好 容大人 这天你们先去休息 明天我们再研究 剿灭土匪的办法 余大人 下官想告辞了 余大人 有句话想跟您说说 董大人 请讲 只是 周先生和柳先生都是自己 二位先生 对不住了 董大人不必介意 余大人 我想向你推荐一个人 此人可以协助你 破获马上好汉一案 他到底是何人 通州之州 余成龙 通州之州 谁 余成龙 余成龙 对 此人不但与您同名同姓 而且也是个清官 还是个断案的高手啊 这个余成龙 有如此神通 那就请董大人 速速把他请到府衙来 下官这就去趟通州 把余成龙给您请回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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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成龙 这个董炳中这个人呢 好像在直立这个地方 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这个人很深哪 我有同感 屈大人 满满一车东西 全都送到余成龙的后衙厨房 好 李倩 岳父大人 我们马上要回京城去了 你留在保定 去见见容善 告诉他 马上好汉那儿 一定要谨慎从事 千万别给我出什么乱子 岳父大人 小续技术了 来 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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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岳父留下话说 请您通知马上好汉 让他小心从事 说 现在正是风口浪尖 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尾倩 告诉你岳父 请他放心 只要我容善在直立一天 就没有人能翻了直立的天 可是 没什么可是 直立 是我容善的地盘 是明相国的天下 一个余成龙 两个余成龙也翻不了天 小植明白了 容大人 告辞 你